正當美國在搞鬧劇 所謂的民主峰會的時候 在美國的後院 有一個國家 尼加拉瓜 宣佈與台灣斷交 承認一個中國 這是在當地時間 12月9日發出 他們說 尼加拉瓜共和國政府聲明 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唯一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 台灣地區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尼加拉瓜共和國政府今天與台灣斷交 不再有任何接觸或官方關係 這就是現在他們宣佈的情況 畫面 當然 也有一個正式的英文版本公佈 他就說 現在的國家也是從國政府 共和國政府的公共和國人民共和國民民的國賓 自然共和國政府 共和國地方 在世界中有一個世界全世界 但和國民民共和國民民共和國國的國民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民民共和國人 日本民民共和國民民共和國民民共和國運動 Nic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ceases to have any contact or official relationship 這就是在12月9日在行四時三十分發出的 說得很準確 連他什麼時候都說出來 很多人都表示 譬如一個將軍表示 這是尼加拉瓜政府做出的信應大勢合乎民心的正確決定 我們表示高度讚揚 這就是中國常駐聯合國的代表 一個中國原則就是國際社會普遍的共識不容挑戰 而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志立堅 也在微博上轉發這個消息 評論就是大勢所趨 很簡單 四個字 大勢所趨 隨著尼加拉瓜和台灣短交之下 台灣只成為十四個所謂邦交國 這個大勢已定 無容置疑 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漸是重要的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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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